作词 李宗盛 发现你的脸 过程的流连 习惯你的双眼 会是自己的感觉 我的世界因你而转变 不会相信 你会在身边 你的黑暗 再不会出现 破坏我的眷恋 光临 这心情会放昔 送给我们的心 相信 我认为你 你喝水 爱不得 你喝水 我去 你喝水 我去 你喝水 我去 你喝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老太,吃饭了 先吃饭好不好 吃完了再看,不然肚子就要咕咕叫了 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 谁回家了,你要回家 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 我要回家,回家,你带我回家,我回家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 你的家在哪儿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杨玉安,我们回家,我们回家,你带我回去 还是先吃饭好吗 好吗 回家 吃饭吧 回家 来 你这是干什么 杨玉安,我们回家,你带我回家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先进去 我带我回家 然后带我回家 我带我回家 你带我回家 我先进去吗 不,我要回家 不 没人呢 快来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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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官,这是你的心 好,谢谢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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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回家 我要回家 他的情况还不稳定 你可要安心一点啊 好的 我会一直陪着他的 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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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几天身体好点了吧 多谢杨姨 好多呢 那就好 我知道 最近有些事情发生 你很难受 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不要再想不开 钻扭脚尖 还是要多往好处想 再多的困难 总会过去的 坚强起来 你并没有被社会遗弃 要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杨姨 是不是有什么事 向前看 生活还是好的 这封信是今天刚刚寄来的 你要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朋友 还有我们这些教官 杨姨 杨姨 你怎么了 杨姨 挺官 挺官 说什么事了 是杨姨 她发烧得 烧得很厉害啊 你们照顾她 我去叫医生 走 去看看 杨姨 你真好 杨姨 你真好 你真好 杨姨 你真好 你醒了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继续睡吧 杨姨 来 好了 好了 江丽伟 你怎么现在跑过来了 又上班了 怎么了 你听我说 我等不及了 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杨姨姨 是这样的 公司有两个名额出国培训 主任说我希望很大 我高兴死了 这个机会真是很难得的 多长时间 至少两年 要是我真能去 就太好了 好什么好 当然好了 你怎么不高兴啊 我不要你走啊 还走这么远 这么长时间 你生气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体谅别人的想法 可我想 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而且一定会支持我的 好啊 你走 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不回来 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你成了大律师了 还回来干嘛呢 待在那边 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再去个洋游 什么小婚写 多幸福 多有前途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这主意也不错 谢谢你提醒我 是不是 江丽维啊 你好讨厌啊 好了好了 别让小朋友啊 都看见你这种样子 他们可是要问的 文老师怎么也哭鼻子呢 是不是妈妈打屁股呢 你才被打屁股呢 好了啊 就知道 你这小心眼里想什么 对我这么没信心啊 这也是对你自己没信心啊 又是你真的把我忘记了 这个啊 一点可能都没有 那万一呢 要不我们先会去结婚 去临阵好不好 早就知道你不肯 你别胡说 我才缺几年时间嘛 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 你这什么的你怎么 我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让你住上 带卫生间的住人房啊 我才不喜欢你 你呀 给我好好记住 要请他写信给我 嗯 每天写一封信怎么样 那不差 我要上课了 你往后再打 好 好 文阳 吃饭了 文阳 哎呦 哎呦 耍得还挺快的 哈哈 来 来 先吃一口 好 来 别说 哎呀 你看我的活儿怎么样 嗯 我们的新生活啊 就从这儿开始了 哎 哎 方黎啊 我以后啊 肯定让你住上大房子啊 啊 行了 你就别贪了你 哎 这是个愿望呢 美好的愿望 你们相信文做的啊 我相信啊 我相信我们一定过得 特别的幸福 哈哈哈哈 好 我得干活啊 哎 慢点啊 哎 阳身百合 对 全都对了 哎 刘大哥啊 哎 等我弄好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那到时候啊 我们得一起干 一起努力啊 说好了 你可不许给我找借口啊 哎 哎 说说 赚了钱 你准备怎么用呢 哎 文杨 嗯 其实我有点事啊 什么事啊 哎 你嫂子说 说什么 啊 是不是 怕有风险 不过 不是 你放心 这钱由我负责 你是包赚不赔 他说 哎呀 这我不好意思说了 说什么你就直说嘛 咱俩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那好 咱们兄弟直话直说 说啊 真是的 他说药方是我们家的 啊 他想分七成 七成 哎 七成 他们也太贪心了吧 只不过提供一张药方 一点资金都没有出 他们就要七成 没想到是你快成了 他们到来这一手 他们肯定不能拿七成 那 他们要是社会药方不合作怎么办 你放心 他们肯定不会把药方拿走的 你有办法 对付这种小人 就得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事 我说你 我说你提的要求太过分了 搅得我都没脸 你别死心眼 这个时候不提 难道等着吃亏啊 可能毕竟是别人的钱 没有我们的药方 他哪去赚钱 我总觉得有点 有什么不妥的 钱多了又不要你的手 你别心软 刘大哥 嫂子 文阳 又来了 说到草草草草就到了 坐坐 别忙了嫂子 我们坐一会就走 回家睡觉了 倒杯水吧 刘大哥 文员跟我说了 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其实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分 这张药方虽然是小东西啊 我们也不懂什么经济上的事情 可是鸡生蛋 诞生鸡嘛 这张药方就好比是只种鸡 如果没了这张药方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嫂子说的挺对的 我觉得七成也不成问题的 我本来是想啊 你们出药方 然后我和文阳出资金 这样呢 大家都公平 各分一半 如果嫂子想多分成的话 也可以啊 那我们就在资金上各出一半 你们也出二十万 我们也出二十万 二十万 我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啊 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没关系的 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等一下 不过我就担心 这事拖久了 恐怕这张药方也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 你们不要 难道其他人也不要了吗 这 嫂子 咱们可是自家人不说外加话呀 这么一耽搁 别人真的能给你齐成吗 没准到时候五成也拿不到啊 你说是不是啊 毕竟你们卖的只是个药方 我还有个办法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我和文阳买下你们的药方 五万块钱 这样的话呢 不管以后是亏是赚都跟你们没关系了 其实我觉得办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因为可能办厂一年两年之间都赚不到钱的 而且如果到时候有亏损情况的话 大家都会不开心 可是买下药方就不一样了 买下药方到时候如果有亏本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我和文阳的事了 跟你们没关系了 你们太客气了吧 刘大哥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你对我和文阳都很照顾 五万 少了点吧 那嫂子的意思是 那就这样吧 嫂子 咱们就六万六吧 六六大顺嘛 就这么定了 不过 要是再多的话呢 其实不管怎么说 咱们大家都是朋友 其实我 好吧 就这么多吧 太好了 嫂子 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吧 行 过两天呢 咱们就去办手续 文阳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请大哥和嫂子到咱们家去吃顿饭呢 对 对 不过我可没嫂子那么贤惠 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不用你破费了 不用那么客气的 应该的 文阳 真不好意思 你可什么话呢 这 那个 刘大哥 我们该回去了 不打扰你们 是啊 你们早点回去吧 那慢走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我应该再见了 再见啊 再见 我回家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不要 都几天了 你就吃这么一点点 再说你又有病 不吃饭 病怎么会好呢 我不想吃 那好 我放在这里 等会儿啊 我们就要去上工了 你呢 吃了药就好好地睡 别再多想了 我饿了这盘你吃 听见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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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爸 江湛 脱出来 脱出来 你别管我 你在干什么啥事呢 让我死 让我死 我不想活了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活着干什么 让我死 让我死吧 来户吧 脱出来 杨姨 你怎么这么傻 活着多好 你还有将来的 就是啊 你有你的生活 可以重新开始吗 是啊 可以挺过去的 对啊 都挺过去的 从现在开始 你们轮廉看着他 可是他还是抱着必死的心 谁也看不了他 杨姨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机会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 杨姨 你睁开眼睛看看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 你睁开眼睛看看 杨姨 我命令你睁开眼睛 杨姨 我还等着你 下一期的黑板报呢 真的 杨姨 你还说过教我画画呢 真 你 我 我 你的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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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个名字 我觉得他要上幼儿园了 应该有个新名字 好吗 那咱们说好了 叫他许继好吗 那你想想吧 好 行了 行了 小鸡呀 来 让爸爸抱 来 给爸爸抱 你哭啊 爸爸抱 爸爸抱 爸爸亲一个 爸爸亲一个 好嘞 来来来 大家吃月饼 吃饭呢 哎呀 为什么哭啊 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应该开心一点 来来来来 吃月饼 来 给你吃 来 杨姨啊 想什么呢 一年就一个中秋节 来 吃月饼 别浪费 你看 今年的月亮 特别圆 特别亮 今年的月饼 还特别香呢 来 尝尝这月饼 都说你们文化人 多愁善感 我看 一点都不错 好吃吗 好吃吗 真的特别圆 你看 干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一直来的照顾 我沈颜出去了 一定会想念大家的 我 我其实 今年的七年 我不能跟大家一起过 其实 其实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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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吧 别哭了 过生日 是件高兴的事 哭什么哭啊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我们干杯 干杯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干杯 干杯 沈颜 你可以走了 没事了 走吧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离开间 什么都不会 我是个没有用的人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走 我不要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沈颜 你很快会适应的 外面的生活很好 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不要 还有很多新鲜的事情 你不想去看看吗 那些 那些都不属于我的 我不要 我这一出去 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不要骗我 别哭了 我记得你曾经劝过我 只要心里有彩虹 生活中随时都有彩虹 那 把它戴上 是你给了我勇气 我不能让 这是你最珍贵的 戴上它 戴上它 你就拥有希望 这也是你的希望啊 我的希望 已经在我的心 永远 永远都不会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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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找到你的新生活 我们一定会相逢的 我们一定会相逢的 再见 再见 走吧 走吧 伟雅 还在算呢 你看看 我们这几年的功夫 真没白费 你的资金全都挣回来了 而且我们还盈利不少啊 说什么呢 说好了不分你我的 说错了 放回吧 好 那罚你去休息啊 好 怎么样 来 睡着了 睡着了 好 好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家了 搬家 为什么 你想啊 我们现在有钱了 而且不能让人看到总经理和董事长就住在这儿吧 那也太不雅观了 还是在等一等吧 公司的事情要紧 而且买房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太委屈你了 可这里连她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啊 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了 其实呢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说我 让老婆孩子受解份罪 再等一等吧 好吗 不如这样吧 你可以先去看看 如果也合适的 我们就买 再说 我也想把妈接回来 好吧 那等把一切都安定好了 再把你妈接回来 好吗 好 来 再想什么呢 你看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儿的生活 我真不知道 放出去之后 我该做什么 我会怎么办 怎么办 凉拌 想当年你劝沈彦的时候 一套一套的 现在自己又瞎琢磨了 你呀 现在是时候 该想想出狱之后 该做什么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啊 什么都可以啊 只要我能生活下去 这就是你的愿望 也太可怜了点吧 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想想我可比你幸福多了 毕竟我老公还老老实实地等着我呢 其实 我也有个家 我妈妈在等着我呢 妈妈 是啊 妈妈 那就是州人了 怎么还不出这事 这是蓝了 这是看蓝了呀 这是什么样的呢 是哪里啊 这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什么样的呢 这边就是这个样的 哪里呀 哎 树人 栗伟 皿上来啦 看什么看哪儿 哎哎呀 没有别人 谁说我看啊 我只不过 现在放心了吧 我可是接触更低了 算了吧你 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 好像瘦了嘛 是不是想我想的 行啊 这么多人呢 好了 那我们走吧 走吧 干了呢 还好 给你的 因为你表现良好 所以批准你提前释放 出了门也会破坏 往前走 永远都别回头 你很坚强 你会活得很好 如果再一次遇见 我想你一定是在 一个美心的地方 记住你心里的彩虹 会陪伴你到永远的 会相信你会在身边 会相信你会在身边 你听回来 才不会迫 卖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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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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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